两名脚踏车骑士今天在云顶山脚路段骑车时 突然被山边传来的强烈腐臭味引发了好奇心 查看之下赫然发现山沟处竟然有一具双手被捆绑的女性遗体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死者相信是在其他地方遇害后 再遭凶途弃势到山沟处 死亡时间估计至少超过三天 两名无意男子今早九点半 骑脚踏车经过额迈旧路朝云顶山脚的路段时 揭发了一起害人命案 目击者一开始是闻到阵阵恶臭味 过后在区前查看后赫然发现 依据身穿红色上衣 灰色短裤 手脚遭困绑的尸体 由于死者被发现时脸部朝下 打扮中性 尸体也已经高度腐烂 所以一度被误以为是男性 不过额迈刑士组警员 科学见证组警员和警犬队 随后在场搜证和调查后 证实死者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 估计已经毙命至少72小时 由于当局在路旁草地发现有轿车轮胎的痕迹 因此不排除死者是在其他地方遭人杀害后 才被载到有关的地点丢弃 目前当局还在鉴定死者的身份 死者的遗体也已经送往双溪毛诺医院 以查明死因 MTV7采访不到